花莲蜜香红茶产业历史将近20年 这次香农会和县政府共同举办了蜜香红茶评件比赛已经十多年了 提升制茶技术品质也打响知名度 到现在县府农业处有意改变 也调整整体产销及评件赛的补助方法等议题 邀及了南区茶产区的茶农贡商大计 而茶农们也提出了意见表达他们的立场 开办至今已有14年的花莲蜜蜜香红茶评件比赛 县政府农业处对于赛事与得奖茶等 今年度拟定计划调整相关补助 这边去决定的县政府就没有干涉这一块 那你跟大家说县政府如果没有一直这么支持的话 其实刚刚我们的官司也说 其实县政府在报名费的部分 每年大概是支持到大概7000块的部分 就是大家报名费出个字幕 你知道其他都是县政府在支持 那其实跟大家报告 因为其实在这个里面的部分 其实我们的认识上 他应该是一个鼓励的性质 表示大家得奖的是值得鼓励 包括我们油茶评件也是 我们也是我们的优良有得奖的 那他们才会有那个领核 那他们领核 其他他们也是很辛苦 为领核的数量是没有那么多的 所以跟大家报告 那其实我们很希望说 我们必项同茶有很多发展的可能性 县政府有意改以制裁补助方式来调整 今天上午处长陈淑文与科长 也专程南下瑞水乡进行座谈会 听取地方茶农的意见 会变得到很多的困难 现在政府又没有这么大力的去当助我们 我真的是很清楚 农民建议得奖茶包装分级调整 对于临近地方政府产销 红乌龙省两大 则提议将蜜香红茶列为花莲献茶模式 来推广经销 秘乡长是代表花莲献 其实如果陷入有办法 就是说把它变成花莲献现场 就是去申请专业 或者是想尽办法 就是说把这个云址 变成是花莲献现场 那其实如果是在现场边 如果在上面的生产资助上面 我们有一些些疑点的话 其实我是觉得 就是金银跑 比我们来讲 金银桶真的是丢两次最好 不论是自家品牌的行销 还是整体茶产业的推广 农政单位都投入心力辅导协助 这是对于县府农业处 茶产业的产销调整 没有明确方针 也让茶农没有信心 农会也无所适从 我想这个是两个事情 一个政府也想要把这个产业 代表我们花莲献 我想这个政府在用这个力量 然后要让我们茶农 能够接受 这样的事情 我想要请教一下长官 我们钱是减少了 或是没有增加了 怎么会有这个思维说要改变 那我们想要是说 有增加了 我想应该这个奇怪 就迎刃而解了 现在不长年以来 支持米香红茶 在地特色茶产业 近年度拟定调整补助 处长陈淑文强调 无非就是希望能够提升 米香红茶产业多元化发展 只是在未能提出具体调整方针下 对茶农而言 似乎也没有说服力 县政府农业处则进一步表示 透过这一场座谈会 也以茶农们的建议反馈 作为参考依据 记者是一位蓝瑞瑟采访报道 在enti冷却下写认效盾 如此